女性用户这样 你们男性谁都别打字了 谁打字我跟谁姐 女性用户咱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掏个心窝子 因为我马上要开始做节目了 你们看上我啥了 你看我节目你图我啥 我心里只有我老婆 没有任何地儿能装别人 我聊的那些东西我也特别大男子主义 脾气还不好 我也没有颜值 我也没法给你整个跳个舞蹈 什么整个那种小骚舞 我也不会 我这张嘴又好吹 对吧 我看看 喜欢你几个月了 第一次看到你直播 没事兄弟 总能看到的 毕竟我现在在抖音这个平台 喜欢你头发 涂你嘴上会说 为了看你老婆 这个应该是女粉 他要先女本先 他说为了看你老婆 跟你讲 有品没 我还说我走了 留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呢 有品 我跟你讲 我是女的 还有图什么 图你真实 这一点叫陈姐的这个 我跟你说一下 你年纪 我看你起这名 肯定不是说那种十七八了 当然你心里永远十八岁 我希望你们所有的美女 真实这块全网 没有人敢比我真实 你可 因为我跟你讲 我跟我团队的聊天 不管我跟哪个团队合作 它里面都有很多人 我都是群聊 不管是截图 我说的话 所有的语音 以及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相信我 我不管直播上 我伪装了多好 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暴怒 很容易得罪人的人 一定 如果我这个人 人品不行 他会恨我 他一定有机会 能够拿到那些 我自己私下 比如说表面说 我不想割韭菜 怎么怎么样 私下在这说 今天晚上给我狠狠的割 我告诉你 必须挣他们家钱 你拿这东西 随时出来捶我 说一方面 我在这说 我跟你讲 我心里只有我老婆一方 一个人 第二天有一个说 我朋友给我发了 你看你们俩聊骚记录 没有 知道吗 因为聊骚 我只有一个微信号 我也不像他们 有好多微信号 我不存在这种问题 所以我这一点 我敢在这说 我心里怎么想的 我就这么说的 我会犯下来 我过来 不要